我太开心了 嗯 香惨了 话说时隔两年 你又要挑战这个 你的梦魇吗 天晴了雨停了 你又觉得你行了 遥想当年2019 做过一期锅包肉 最终你失败告终 大特 我今天就能一雪前耻了 再挑战一次 不挑战成功 事不罢休 这段如果失败了可以瞎掉 嗯 事实上呢 内心还是比较没底的 先给姥姥打个视频电话 问问技术要领 你干啥呢 看电视完手机 是这样的 今天我想再拍一下 那个锅包肉的视频 然后我就怕我自己做失败了 给你视频问一下技术要领 可以说吗 可以说啊 一 二 然后 还有 关键啊 懂吗 谢谢老张太太 开干 重点一 助力机呢 切成不用太薄的薄片 注意安全啊 开扁 把它想象成的老板 我也没老公呢 锅包肉真的是看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挺难的一道菜 薄片用六九和盐腌制一会儿 重点二 面糊一定要用土豆淀粉 之后加清水搅开 给它都霍冷开 再静置半小时 让它淀粉沉淀下去 调制糖醋汁的流派呢 有很多 蕃茄酱啊 橙汁啊 美年达啊 各种流派 我们今天就搞个老派糖醋汁 这种糖醋汁调出来呢 就比较白 如果想要上色更好看的 可以去茶茶加蕃茄酱的做法 泡了半个多小时了 把上面的水滤掉 重点三 泡好的淀粉水应该是什么状态呢 这一步啊 基本上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成功 我们把肉放进去抓匀 应该是这种黏糊积积的 有点像很稠的酸奶的质感 说也可以加一点油一起抓 这样它炸的时候就不容易冒外崩 加一点油 也可以有效防止下锅以后粘到一起 一使劲捏它反而就硬了 也可以看看手上粘粘的面糊 张开手会拉丝的状态 这种状态呢 就基本没跑了 油温升高以后一片片下锅 也可以防止它们一下子糊到一起 这上面都被炸得有点起小泡 看到没有 那个地方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薄厚 面里透肉 轻轻点点 之后大火烧油到冒烟 再下锅复炸20到30秒 就可以捞出来了 而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淀粉糊这一步很容易失败 姥姥还传授了一个补救办法 如果糊糊太稀 下锅前呢可以再蘸一遍干淀粉 这样也能砸出脆脆的锅包肉 BUT 这样虽然它会起壳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可能炸出来的面衣有点厚 不要担心为什么 外头麦的那些锅包肉炸得都很厚 怎么感觉炸成了旺旺雪饼 好像差点意思 咱就是说也不是不能吃的程度 但是没蘸干淀粉炸出来的面衣会更薄更酥脆 有种面里透肉的感觉 最后一步炒汁 最容易翻车的地方就是把本身炸的脆脆的肉炒软 技巧就是把汁和配料炒一炒后先关火 来吧 下一份炸 哎呦 都下了 再下肉片 用锅里的余温翻拌裹上酱汁就行了 你这个汁是白色的就有点看得出来 但是能给它裹得亮晶晶的 能感觉到那种很硬的那种 砸在盘子上的声音 时隔两年我这锅包肉可算是做成了 这次做觉得容易多了 只要记住姥姥的几个要点技巧 我觉得挑战一下也不是啥难事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成功的锅包肉 又谁啊 要跟你办个奖吗 我此时此刻的兴奋之情真的就是一鱼言表 赶紧试吃一下啊 先来一块小的 它真的还很脆 我记得我上一次做锅包肉最失败的就是炸的时候明明是脆的 最后炒完了之后它就软了 中板这么一打压 憋得脏肤口 来一口 有点烫 成了 嗯 很好 太厉害了我 可以鼓掌了 太厉害了吧 我哪觉得我比YMMA的那个做的还不逊色呢 看我这片 它表面那个亮晶晶的就是沾着那个酱汁 因为我没有放番茄酱 所以那个挂汁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白醋和白糖就完全足够了这个调味 就是酸甜就绝对足够了 我太开心了 嗯 香惨了 这片是一片超大的肉被我拍的 炸的像一片猪排一样 看 我现在要把这片吃掉 太厉害了 我就没吃过这么大碗的锅包肉 你看它表面那个 好吃 你看它表面那个亮晶晶的样子 我觉得我下次做了应该还能做成功 嗯 当你盛了一次之后 你就基本上 你掌握好了 我上个礼拜去看牙了 因为我左侧牙层 去做了根管治疗 还好我能用右侧的牙 我觉得做锅包肉 第一次做就能做成的人简直是神童 就是你一定要多做几次 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 总结出技巧 谨记 只要功夫下的身 手残梦想能成真 拜拜